以前都是在其他的城市吃 所以今天特別好奇 真正的道地的蘭州牛肉麵 是怎樣的滋味 好 甘肅蘭州牛肉麵 一清湯了清 二白蘿蔔白 三紅油泼辣子紅 紫綠蒜苗綠 五黃麵條黃而亮 這兩年 尤其是疫情結束之後 整個就是 甘肅臺的這個學生還是比較多的 就是體驗的呀 還有學拉麵的還是比較多的 大部分都是回去開店 還有一部分人呢 他是單獨的當一個愛好來學習 就是一門手藝來學習 因為他學的我們這個蘭州牛肉麵 這個拉制方法比較獨特 所以他就是學當一門愛好來學習 一般我們要是學校裡正常的學的話 我們學30天 整個就是從煮肉調湯 炸辣椒油 揉麵 和麵 拉麵 整個全部學全套 但是如果說是我們是 就是你學一個流程的話 那就學個一天啊 就可以學的就是大概流程 能夠了解一下 很Q彈耶 不愧是手工的 在台灣吃牛肉麵呢 也可以選麵的粗細 但是你們這邊就是給麵的粗細 有取名字 我覺得蠻可愛的 有二系啊 像這個就是二系 其實台灣的牛肉麵也很有名 非常好吃 但是台灣的牛肉麵比較偏 這個紅燒湯底的 然後他的肉塊呢 是一塊一塊的 比較厚比較紮實的 所以呢 其實台灣牛肉麵很多人喜歡 我也非常愛 但是來到蘭州 就是吃蘭州牛肉麵 你看他的牛肉 這麼薄 非常的薄 我覺得這個就是特別之處